巴士叔叔當年一句 你有壓力,我有壓力 究竟是否真的有壓力才有動力呢? 團結香港基金主席 行政會議前召集人陳志思 接受香港01專訪時說 在過去20年 本港享盡內地經濟騰飛 和自由行送大禮的天時地利 令賺錢變得非常容易 直言,其實變相仰濫了我們 在未開始之前,如果大家未訂閱的 請幫忙訂閱,請賺到及分給朋友 如果有時間,請幫忙看完廣告 多謝大家 原來這二十多年來 祖國包養我們 即是當年自由行才是香港最賺錢 但早前薯片叔說完 金融和貿易在香港佔比重大過旅遊 陳先生看藥多病 可能有老母 難怪連和他自己做的金融業都是懶 他說 在2007年的時候 跟過時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馬時亨 一團二十四人到中東沙特阿拉伯 到拜等地去考察 在去年我們的行政長官李家超 他都由同樣率團到中東各地 以肉開拓新的商機 陳志思就說 港府在中間 十幾年間 如果要問港府再有做些什麼 他帶點恥笑地說 他說 我可以回答你 是什麼都沒有 我們經常都說自己是做超級聯繫人 其實沒有做好過自己的角色 這個名字只是說來哄自己 你想想 我們這麼久以來 聯繫內地 要打入那些中東的國家 你以為真的這麼容易做 那些是要投放時間 打好關係才會有成果的東西 不是我們開門 人家就一定要來 他們都有選擇權的 陳先生說得對 不是你考察得多 他們就OK 不過陳先生說到大家不做事 他自己做這麼多年的行政會議成員 豈不是沒有做 現在說來又不做 又有什麼意見呢 大家都是口說大大聲 說完就躺平 憑什麼你口說完就要人做事 己所不容 勿施於人 他還要說得好像漢透世事 說要抽絲剝繭 分辨是屬於周期性還是結構性的問題 才可以對症下躍 對於坊間寺 地產不敗的神話即將破滅 他已經預料住宅樓市 雖然會在浮沉之間 但仍然有干需 反之工商店市場 他就擔憂未必是短期的影響 他做開那行金融業 他的言論也有些參考價值 可能為之後選擇手來鋪路 陳智思可能記錯自己的浩南 說到他一人之力 可以炸整個香港的程度 他說 我很有信心 國際金融中心在我有身之年 絕對都是我們優勢 而香港最大優勢 是國家的窗口 為國家增值 這個仍然是香港最大的角色 無可取代 香港背景始終是有好的法律基礎 資金流通性和美元掛勾 所有配套我們都有 而且更加近國際市場 離岸集資功能上 香港一定佔優 我不相信中國經濟長遠都不會好 它一定會向上 它好 香港自然就會一起好 不過那我陳先生 有新之年 有多久就不知了 加上會不會因為高調而加速有新之年呢? 九州極啊 不就是要靠美丸? 我真是笑而不語 還以為有什麼厲害我 我看阿森一族都起碼見到些 預言成真先 又要分析評論 插三 byte 上新聞 說這麼多 又不做事 還要勾結外國勢力 下屆特首沒得玩的了 愛國愛點不愛點都不夠忠誠的 陳智思很喜歡病感 坦然無法說服大家 香港每個行業 都可以好像有它主角光環 照著的金融業 只是遇上周期性的問題 當中餐飲 零售等的行業 它會歸類為遇上結構性的問題 它說它很坦白說 在十幾年前上去內地吃東西 人們會問有沒有地溝油 現在人們上去吃東西 會說上面吃是比較新鮮 另一個行業就是零售 人們很多轉為淘寶 便宜便宜 這些變化全都是一個結構性的大的衝擊 現在外出吃飯 都留意到多了很多內地來的餐廳 有沒有地溝油 其實大家吃客不會知道 除非這麼巧讓你看到 或者你吃完身體有什麼不舒服 老實說 作為平民 其實聽到說內地的食物吃得便宜 多於說內地的菜新鮮 港人不想最大的誘因 就是因為它便宜 論質素 香港都有賣中國的食品 只是香港賣得貴 同樣食品內地都是賣得便宜 以前的內地人會來香港那裏 喝喝吃吃 是因為安全的問題 例如 毒奶粉三聚清安 毒大米 地溝油這些 其實都是會因為一些因素 而輪著一期期 周期性地轉上轉落 並不是那些人完全不再外出吃 那些餐廳仍然存在 即是吃的餐廳不一樣 相反 零售就真是好像陳先生說的結構性 因為大家少了下街買東西 用網購多過走實體店 而且一有更方便的購物方法 舊的經營方式便會越來越少人去 你都見到香港的連鎖店都要倒閉了 那說一下香港的餐飲業 有些內地餐飲剛剛好開業一年 原藥就已經結業了 有些未原藥就低價找人去頂養 倒閉就真是 來得太快走向龍掌風 香港的速度與激情 是這樣的了 香港人現在都自己不想消費 在香港就更加不會用香港的價錢 來吃回大陸的食物 那內地人來到香港 又怎會買回內地吃到的食物來吃呢 再來外國人都不知道你買什麼 多數都是去喝珍珠奶茶 再不然就進去七仔買啤酒可樂 那哪幾個是有份幫忙賭錢來香港的 要在這裡表揚一下才行的 包括有泰義選菜魚 木屋燒烤 楊國福麻辣湯 龍間記 蜜雪冰城等等 近年冒起的網紅店鮑師傅 亦都已經申請了香港的註冊商標 市場由6月份開始 傳出多間大陸餐飲品牌 提早退租的個案 其中一間比較矚目的 就是位於旺角尼敦道 578號至580號 恆隆大廈的地鋪 去年中 由大陸著名檸檬茶飲品店 檸檬檬手打香水檸檬茶 以月租7萬元來承租 本來租約是去到2025年4月 這間鋪在去年6月開業之後 業績表現不理想 最終在今年6月份退租 他在鄭旺區都不多店 檸檬檬在小紅書解釋 退租原因是 香港開店成本巨大 每個月租金要3.6萬到13萬 裝修費在15萬至25萬之間 人力方面 以一間店要3個人來計 一個月要給6萬至8萬元的成本 原來他們每個員工的人工都過2萬多 你看看香港其他首要飲品店 全職人工都是1萬8萬 不知道是不是內地的土豪就大手筆一點呢 這間檸檬檬手打香水檸檬茶 在香港並非全線結業 在銅鑼灣、荃灣等等還有分店 其他在今年退租的中式餐飲 還有雙西菜館的羅伯香藍 在廣州有27年歷史的咕嚕丸子屋 還有位於尖東的大陸連鎖烤肉店 西塔魯太太 生意做不成就有很多原因 又不可以像陳志思那樣 什麼都賴到香港人那裡 又說香港被祖國養懶了 他自己不是也是做freerider 口說就當做了 不過陳生又有糖尿病 腎只剩下一半功能 還做多次大型手術 又做過三次的心臟踏橋手術 自己都在說地溝油 還夠薑地吃內地食物 其實一間餐廳來來去去 北外府都是難食 衛生問題 價錢貴 質素低 在旺區開又沒有人幫襯 在剛剛八月這些內地餐廳為了爭客 出了價格戰 其中的泰爾選菜魚 客單價由80元人民幣 跌至69元人民幣 這件事還登上熱手 有分析指 各大品牌增傷降價 或者在短期內 令到品牌快速增加餐廳的客流量 和銷售額 這些內地的餐廳 其實就是自己成堆人 在差不多時間走來香港爭 又要在旁邊左右開 有業界人士就認為 大陸的餐飲品牌 不了解香港的市況 初初來香港做生意 難免是要交些學費 選商店時 有些位置是旺丁不旺財 超過去招人氣變財氣 真是Apply去任何行業都不成功 地區經濟很多時候都要互相競爭 即使是同一個國家內 鄰近城市都不免要直接競爭 配合好就互取所長 協同增長 如果不好就人做我又做 有什麼就抄什麼 互相消耗 現在融入大灣區 原來只是搬自過子 大陸新興舖開過來 完全不理本地合不合適 吃老本吃得久 老本吃不到的時候 要變些少都不懂得搞 只是講口號當做了 口硬話我是獨一無二 國際金融中心 超級聯繫人 超級增值人 全部都是自我中心 口講轉型期 但又沒有什麼措施幫助轉型 有時市民自己執生 執生不到就執擾 生意好啊 好了這條片差不多時間了 多謝大家收聽和收看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地產消息 而這些消息就不方便 在公開YouTube頻道的話 就可以加入我們 Lion哥的Patreon會員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